快來 快去喬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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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大小快一起來 來到新橋丸之間 在這個世界裡面 有許多的快樂 一起有新場的角度 就像快樂天使 多少美好 快樂時光 緊在七橋板 在七橋板 開花了 七橋板 2017健康寶寶大比拼 就要開始了 來自北京 深圳 青島 天津的健康寶寶們 齐聚在七橋板的舞台 動手動腦 看看誰家寶寶最聰明 運動遊戲 看看哪家寶寶身體棒 最好玩的幼兒遊戲 最科學的育兒指導 近在2017七橋板 健康寶寶大比拼 快來看吧 金子總動員寶貝樂翻天 歡迎大家收看 由美優高奶粉 獨家冠名播出的 七橋板特別節目 健康寶寶大比拼 我是你們的好朋友 小鹿姐姐 我們的七橋板特別節目 健康寶寶大比拼呢 每一季的節目都受到 家長和小朋友的熱烈歡迎 我們針對0到4歲的小朋友 設計了各種各樣的遊戲 我們的目的呢 就是為了通過寶寶和家長 在遊戲當中的互動 增強他們之間的親子關係 使家長呢更加了解自己的寶貝 陪伴自己的寶貝健康成長 那麼今天來到我們節目當中呢 是12到14月齡段的寶寶 進入到這個階段 寶寶呢已經開始行走 當然很多寶寶呢 還是很喜歡爬的 他們由被動運動 變為主動運動 那麼這個月齡段的寶寶 他能在遊戲當中表現如何呢 今天的節目當中 大家就可以見分曉了 今天呢我們先來到了 四個城市進行海選 選出當地一共八位健康寶寶 經過演播式的遊戲比拼 將評選出我們七橋版的健康寶寶 好 首先讓我們走進天津的海選現場 他們是在綠幽幽的草地當中 開始遊戲的 一起來看 電視機場的各位小夥伴大家好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電視台 少兒頻道七橋版健康寶寶大比拼 我們天津站的海選活動的現場 我是你們的好朋友毛毛蟲 那我身邊呢就是我們天津的 各位可愛的家長和他們的寶寶們 你們好 我們這一批的寶寶的月齡呢 是十二到十四個月大的寶寶 都非常的可愛 準備好參加我們一會兒的遊戲環節了嗎 準備好了 好 媽媽的聲音很洪亮 那我們一會兒的活動呢 其實也是非常有趣的 你們都準備好了嗎 我們的小寶貝們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嗎 小寶貝還瞪著無辜的眼神 在看什麼時候開始 不要著急 我們的活動馬上要開始了 我們的小寶貝們加油 一起說個加油好不好 一二三 加油 今天海選遊戲的內容是運沙包 對於剛剛學會走路的寶寶們來說呢 還真是有不小的難度 果然有的寶寶就是不肯把沙包放到小孔裡面 好 但是有的寶寶卻非常順利地完成了他們的任務 電視機前的各位小夥伴 通過剛才的海選呢 我們一共是有八位十二到十四個月零大的寶寶 進入到了我們天津戰健康寶寶大比拼的副賽階段 接下來他們要玩的這個遊戲的名字叫做搶玩具 規則很簡單 我們的寶寶呢從起點出發 通過平衡目來到我們中間的玩具區 每次只能撿一樣玩具送到我們終點的小桶裡 最後看規定時間內哪位寶寶撿的玩具的數量最多 那麼前兩名將會獲得天津戰健康寶寶的稱號 好了 我們的爸爸媽媽還有我們的寶寶們都已經準備好了 聽我的口令 遊戲馬上開始 我們的副賽內容比起海選又增加了難度 這一次不僅僅要把玩具運到終點 還要在走路的中途蹲下撿玩具 要知道 剛剛會走路的寶寶能夠自如地蹲下和站起 需要很好地控制自己身體的平衡 看我們這個穿白色T恤 黑色倒扣的小男孩 不僅走起路來見步如飛 還能很好地完成他的任務 你看他一次又一次地把玩具運到媽媽那天的小桶裡 說明什麼呢 他做事非常的專注 而有的寶寶卻被滿地的玩具吸引 索性坐在地上玩起來 寶寶們趕快去完成任務呀 最後 我們要看看哪個寶寶 撿到的玩具更多 好了 寶寶們加油了 我們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加油加油寶寶們 注意 1 5 4 3 2 1 時間到 好 我身邊的兩位寶寶 剛剛獲得了我們天津站健康寶寶的稱號 他們的月齡是12到14個月 那首先要恭喜我們兩個可愛的小寶寶 平時寶寶在家裡性格表現怎麼樣呢 他平時在家挺活躍的 而且自己玩玩具 然後自己玩著玩著還咯咯樂 咯咯樂 寶寶的表現有沒有超過你們的預期 有 因為以為就是到這種場面寶寶很多的話 怕他可能就光顧了玩兒 沒想到可能跟他說讓他撿到桶裡 他還特別速度很快 確確確確確確 表現很好 當然我們這邊的小朋友小寶寶 表現得也很注色 很喜歡氣球對不對 今天我們是姥姥姥爺還是爺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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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还是不错的 那很厉害呀 好 那再一次祝贺你们 两位可爱的小宝宝 好吗 两位健康宝宝 恭喜你们 谢谢 好 我们的天津海选 最后选出的健康宝贝 是大言和葛新宇 接下来呢 我们要到北京的海选现场 去看一看了 北京的小朋友 据说个个是游泳健将 一起来见识一下吧 大家好 我是董儿咪 我现在是在七小板 健康宝宝大比拼 北京站的活动现场 这里已经非常热闹了 站在我身后的这些家长 都希望能够出镜 让他的孩子 有个更加的表现 我们现在问一下 我身后这位爸爸 他现在一直洋溢着 幸福的笑容 来 说一下 这是我们的二宝 二宝 已经13个月大了 二胎的政策 马上就已经在你身上实现了 是啊 是啊 太棒了 那叫什么名字二宝 他小名叫萱萱 萱萱 为什么起这名字呢 因为这是他哥哥的备用名字 那二宝跟大宝 在他这个成长过程中 你觉得还有什么不同 我觉得养二宝比大宝要省心多了 他特别懂事 因为身边有一个哥哥 跟他当他的榜样 所以他特别会模仿 看来大家都应该要二宝 看来大家都应该要二宝 这样的话特别好养 来 我们问问这个妈妈 你的孩子有哪些特点跟我们表述一下 他爬得早 说话也早 妈妈那希望他以后长大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开心呗 开心就好 太棒了 那从现在开始你先做到开心 他无论什么样的成长 你都开心就能传递他开心的概念好不好 好了 我们现场真是太可爱 太好玩了 由于报名的孩子特别的多 所以我们就举办了一个小游戏 看看他们谁能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呢 看看他们精彩的表现 现在进行的是12到14个月宝宝的海选 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取球回家 看看他们哪个宝宝拿的东西最多呢 看看谁能够胜出呢 宝宝稍微大一点 你看他的那个意识能感觉到很清晰了 其实这个阶段的孩子 每一天都有发生很多的变化 孩子都非常的聪明 好了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 12到14个月的宝宝进入到决赛的 这个游戏的名字叫穿梭太空舱 最终穿梭太空舱的 次数最多的宝宝获胜 准备 开始 其实他这个要求呢 是单手拖着宝宝 让宝宝自主地穿梭于太空舱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要求也不那么严格 因为有安全的问题 我们体制的名字其实很好用 但大家一看非常简单 但是有一个遮挡物的时候呢 孩子就有那种好奇心 所以你给他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他展开了一种想象 锻炼他这种好奇心 然后保持他那种好奇心一直地成长 这是很必要的 家长应该多请他孩子 用这样的一种方式 来开始想象生生的一种 看似一般 其实在宝宝的眼里 都不一般的物品 倒计时 五 四 三 二 一 停 看看哪个宝宝穿梭的次数最多呢 拭目以待 大家好 我是总而民 现在您看到的是七小板健康宝宝 大比拼北京站的活动现场 站在我身边的呢 是12到14个月的获胜了两个宝宝 他明显就非常的精神了 一直在招手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小桃子 桃七的桃吗 水泥桃的桃 水泥桃的桃 桃子 你说说你的感受吧 你说游得我好累呀 不过好开心呀 我看着你好开心 太不开心 我就笑了 真好 哎呀 刚才我好像开始之前采访过你 对呀 运气真棒 孩子看来身体很壮 你们平时用什么跟他有什么运动呢 其实主要是锻炼他的这个爬行 走步 还有这个平衡能力 经常参加一些早教班 还有一些游泳的课程 各种各种肺活量 主要是这些 太棒了 好了 他们将代表我们北京队 去和其他城市获胜的宝宝 进行健康宝宝大比拼 让我们演过世界了 好 北京海选选出来的健康宝宝是 萱萱和桃子 好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深圳的海选现场 深圳的海选现场 宝贝们是在宽敞明亮的体育馆里做游戏的 一起来看看吧 大家好 我是徐柳 好 现在呢 我是来到了深圳 为什么要来深圳呢 因为在这儿正在举行 七桥版健康宝宝大比拼的海选 就在我身后的这个哇大的体育馆里面 会有很多的爸爸妈妈 带着他们的宝宝来这里参加我们的比赛 那我们现在呢 就先到千道处去看一下 哎呀 你好 你好 宝宝多大了 13个月 那为什么要带他来参加我们这个海选 就觉得想着他跟同龄的宝宝在一起多交流 多大了 14个月了 14个月 他在家里这个爬呀 然后站呢 这方面的能力怎么样 就很好的 但是他站还是要扶着站 就是扶着牵着走 爬呢 爬很好的 行动自如啊 那么现在我们的海选正在进行 这个比赛呢 非常的有意思啊 宝宝们将要穿过三个小山坡 用爬的 然后从妈妈这边走到爸爸这边 然后再折返回来 我们要看一看 在规定的时间之内 哪个宝宝折返的次数最多 那么这个月灵宝宝的特点呢 也是他们已经能很好地爬了 并且有一部分宝宝走得都不错了 所以呢 我们专门针对他们的这个时期特点 设计了这样一个游戏 我们看看到底哪个宝宝表现最棒 经过海选之后呢 一共有10位 12个月到14个月 月灵段的宝宝 进入到了我们这一轮的PK 那么我们这一轮的游戏呢 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 叫做乘风破浪 爸爸和妈妈将在两边 各自手持步条的一端 形成一个波浪啊 上下的摇动 那么宝宝呢 从妈妈这边作为起点 往爸爸这边爬 是从波浪上面爬过去的 待会儿到了终点之后 再往妈妈这边爬的时候呢 就从波浪的下面爬回来 我们看看在规定的时间之内 每两位宝宝 爬得最快 一号宝宝 妈妈使劲地在抖它 我觉得可以把它直接拎起来 它也不在空的 萌萌小朋友 我们紫色波浪家庭的 这个小朋友啊 每一次都爬到 别的小朋友那儿去 我们蓝色波浪家庭的宝宝 已经是一个来回完成了 哇 三号小朋友 这一轮表现非常好啊 好 时间到 好 第二组宝宝呢 也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来看看 这组宝宝的表现怎么样 这个月龄段的宝宝呢 有一部分宝宝已经能走得很好了 对 所以让它从头到尾一直爬着 有一些宝宝就不太乐意了 愿意用走的 来 加油 不但会走 我们都会跑了已经 走上面 走上面 从这边过去走上面 小超人 小超人 小超人自己在这个紫色波浪上玩得很开心 二 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倒计时 五 四 三 二 一 时间到 经过刚才的海选和PK之后呢 我身边的这两位小朋友 两位可爱的小宝宝 那么就成为了十二到十四月龄段 将代表深圳站去到北京 参加我们七巧版健康宝宝大比拼的最后胜出的两位 祝贺 来 我们女士优先采访一下 乔乔你好 乔乔几个月 十三个月半 十三个月半 刚才的表现非常突出 表现得很好 平时在家里会跟她做很多这种亲子游戏吗 经常 经常 你觉得她现在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喜欢音乐 好动 然后 爱说 好的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小伙子 孙孙你好 孙孙的是十三个月大 对 还不到是吧 对 平时在家里跟她玩哪一类游戏比较多 互动呀 看卡片呀 做一些举高 然后飞 做飞机 今天宝宝的表现特别的突出 对不对 对不对 那这两个家庭呢 将作为深圳站的代表 去到北京 那希望你们到时候在北京能玩的开心 再次的祝贺 深圳海选之后 选出的健康宝贝是 深深和乔乔 最后呢我们将来到青岛 据说海边长大的小朋友 特别喜欢挖沙子 一起来看一看他们在游戏当中的表现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时 我现在呢是在七桥板健康宝宝打笔篇青岛站的活动现场 看到了吗 我身后呢是所有来自青岛的可爱宝宝和他们的爸爸妈妈们 跟大家打个招呼 好可爱呀 那参加我们青岛的这个活动的小朋友呢是特别特别的多 所以呢我们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七桥板 大家看到了吗 我身后呢全是来自青岛的小宝贝和他们的爸爸妈妈 一起来报名参加我们的活动 这是我们的海选现场 来看看 你好可爱的小宝贝 来参加我们的是哪个项目呢 爬行比赛 你是他在家里喜欢爬吗 对对对 非常能爬 对 那你觉得一会比赛他和其他的小宝贝在一起 他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集中注意力看我往前爬就可以了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平时呢爸爸妈妈在家里带宝宝 是你们自己带还是爷爷奶奶帮着你们带 自己带 那你们在带宝宝的过程当中会有什么困惑吗 就是综合性的如何让他健康的成长 对如何在各个年龄阶段 应该配合家长配合什么样的教育 对 宝贝多大了 十四个月了 十四个月了参加的是哪个项目啊 传球传五个球 传五个球啊 对 你知道这个游戏锻炼着宝宝哪方面的能力吗 我还真不清楚 宝宝 你有没有信心啊 有信心 宝宝说我已经等困了 你们比赛快开始吧 加油啊 好 好我们报名现场呢真的是很热闹 一会儿呢我们会在海选的现场来等待着我们这些可爱的宝宝和他们的爸爸妈妈们 好了我们的游戏呢已经开始了 这一组的游戏呢就是运球跑锻炼我们小宝贝们这个大肌肉群跑的能力 小宝宝刚满一岁 这个时候他们刚刚步履蹒跚的开始学走路了 有的人呢是抱起球就跑 还有的小朋友是让球尽情的往前滚 自己站在那看 那胜出的十个宝贝我们会在海滩上等待着你们的角逐 好现在呢我们已经来到了美丽的青岛海滩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的是12到14个月宝宝进行的游戏项目 名字呢就叫做宝宝运球 爸爸和宝宝呢在起点 我们的妈妈呢在终点 宝宝每次运一个球 在我们规定范围时间内最先运完球的宝宝获胜 所有的宝宝记住你们的任务是拿着球走向妈妈那里 哦一号宝宝这里开始想明白自己的任务是什么了 于是抱着球向前走 对好的走得很棒加油 后边的宝宝你要注意了 我们是拿着球运球 不是在踢足球 难道我们未来的足球明星是你吗 哦我们第四道的宝宝 好像在妈妈的怀里已经睡着了 宝贝你睡得好香啊 一号跑道的妹妹好贪心哦 换一个有力气一点的球球 我不我要给妈妈送回去 你是在玩沙滩排球吗 好我们的时间到 好了我们今天的比赛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获胜的两支队伍呢已经站到了我的身边 这就是田田和莉莉 她们将代表这个年龄组的小朋友呢 去和全国其他三个城市的小朋友一起 在北京进行最后的总比拼 好不好有没有信心 有 那我们要说什么呢 去哪边上 那宝贝加油 好青岛宝贝加油 我们青岛的健康宝贝是莉莉和田田 好截止到目前呢四个城市的八位宝宝 都已经通过海选评选出来了 今天呢我们四个城市的八位健康宝宝都来到了七桥版演播室的现场 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她们 你们好欢迎你们 欢迎欢迎 这边呢就是我们天津的恶心鱼小朋友 欢迎你 那听说呢她的这个运动能力特别强 说五个月的时候呢就能爬了是吗 是的五个月就能爬了 然后六个多月七个月就扶着站着了 七个多月到八个月初的时候就可以在床上自己走了 真的这么快 好今天的游戏当中有个体能训练啊 我们看一看宝宝表现怎么样加油 那这就是我们的大盐子 听说特别喜欢拆东西都拆哪些东西啊 就是她所有的玩具都爱研究一遍 然后所有纸什么都爱研究 你看看见话筒都伸手了 果真一看呢宝宝这探究的这个 好奇心非常强 好 萱萱呢是来自北京的 据说呢这个自力更生能力特别强 她的这个格言就是不努力 我是争取不到的 那大家看到了我们的陶子小朋友呢 今天打扮的特别的漂亮 都是粉红色的头花 还有粉红色的纱裙 据说家里呢这是一个六个大人一个娃 那关注度是不是会特别高啊 还好 因为大人都是围着她一个人转嘛 但是我们不是很惯着 就是并不娇气是不是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这边的宝贝 这是来自深圳的深深 那深深呢是特别的喜欢音乐 而且节奏感特别强 说是一放音乐就能够跟着来摆动摇摆摇摆 是不是 是她特别喜欢音乐 那刚才呢说深深特别喜欢音乐 我们的乔乔也特别喜欢音乐 乔我们唱起来了唱两句 大家听到了吗 我们这气息多足啊 好我们来看看这边的小朋友 莉莉 那我们看到了莉莉呢是一位非常可爱的小女生 我们的特点是特别的爱吃肉 爱吃到什么程度啊 她就是能从各种菜里面精准的挑出里面藏着的肉 好我们再来认识一下下面这位小朋友 我们也是一位小女生 但是呢妈妈说了我们的特点是脚丫子特别大 买鞋还挺发愁的是吗 我们一岁的宝宝都买三岁宝宝穿的鞋 好那宝宝的脚丫大 肯定这个运动能力呢也会非常强 好那今天呢我们为了给家长更多的育儿方面的建议 我们还专门设置了育儿专家席 一起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专家 好大家好我身边这位呢就是我们今天邀请到现场的育儿专家 他就是中国儿童中心育儿专家儿童心理学博士陈学峰老师 欢迎您 好陈老师刚才我们也认识了今天来到现场的12到14个月龄的宝宝 你看他们虽然是同样的月龄 但是性格特点都不太一样 那对于这个月龄段的孩子来说 您觉得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刚才主持人说了啊 这个12个月以后呢孩子能够独立行走 这个独立行走啊在他们的成长当中啊意义非凡 因为当他们能够独立行走的时候 他们见到的视野就不一样了 所以他们更加自主更加自信 愿意探索新的东西 然后生活上也能够自理了 比方说他可以自己给自己喂饭啊什么的 另外他也对人也很感兴趣 愿意跟人打招呼啊 新的东西都愿意尝试 嗯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啊 好的那这个月龄段的宝宝的确是 非常可爱的那接下来呢 我们先来活动一下进行一个赛前的热身游戏 热身游戏的名字叫做大脚小脚一起走 怎么玩呢我们的宝宝呢从这个起点出发 宝宝的两只小脚鸭要踩在爸爸妈妈的大脚鸭上 从起点出发到这边折返回来之后呢再换另外一位家长 我们看一看哪位宝宝在热身游戏当中可以表现突出呢 好各就各位 预备 开始 我们看到萱萱跟爸爸配合的特别好 加油加油 我们看到萱萱已经迫不及待的自己开始跑了 乔乔跟爸爸配合的也非常好 现在我们看到乔乔萱跟爸爸配合的都非常好 萱萱和妈妈非常稳当的开始折返了 大言基本上是被爸爸像提线布一样提着过来的 好我们看到乔乔呢 已经完成折返开始走到中间了 加油 萱萱跟爸爸也配合的走了过来 乔乔加油 葛心宇加油 乔乔加油 乔乔加油 萱萱加油 刚才我们说了 虽然这个月灵段的宝宝呢 她已经学会了行走 但是很多宝宝还是很愿意爬的 好 乔乔和葛心宇都已经到达了终点完成了她们的热身赛 好 我们看到莉莉特别的开心 还举起了双手 还剩萱萱 好了 热身游戏结束了 下面我们进入第一轮的比拼 动手动脑天舞关 我们第一轮的比拼游戏 名字叫做动手动脑贴五关 我们知道宝宝在七八个月大的时候呢 就可以指认到五关了 我们第一轮的比拼游戏 但是呢到了这个月灵段 他们需要呢自己手脑配合 并且呢要有准确的认知度 才能够把五关贴到我们给的空白的脸上 我们将最后比拼哪位宝宝 他们呢做的又快又好 预备开始 爸爸妈妈呢用这个语言来指导宝 让宝宝自己来完成 这也是训练我们宝宝 指令完成任务的这样的一种能力 首先宝宝应该根据妈妈的指挥呢 她准确的找到五关当中的这一个器官 然后呢再想想她应该贴在什么位置呢 我们看到莉莉呢已经把眼睛贴好了 孙孙也找到了一只眼睛的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每位宝宝呢都是先从 我们给的这个零散的这个小贴件当中呢 很快找到了眼睛 眼睛特别的醒目 我们的这个贴的过程呢 一定让宝宝独立完成 其实呢游戏最后的结果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孩子在游戏当中的感受和收获 看一看莉莉要把另一只眼睛放在哪儿 啊 天天这个作品也特别的好 还有一只眼睛在哪儿 好 时间到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每位宝宝的作品啊 好了 第一轮动手动脑贴五官的游戏呢已经结束了 每位宝宝的表现呢都不一样 通过这样的一个动手动脑的游戏 展现了这个月灵段宝宝的哪些特点呢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专家是如何解读的 好的 刚才我玩了一个很好玩的 动手动脑认五官的游戏啊 因为我们觉得这么大年龄的宝宝 对爸爸妈妈都很熟悉了 那么对五官呢也有一个基本的认知 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游戏过程当中 宝宝真正的要把那五官贴到准确的位置 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啊 是 这个题目啊确实有点难了 就尽管那个孩子们啊 他从认识一个真人的脸 他是能够认识的 但是让他在图上去再现 其实在这个年龄其实还是非常难的 有挑战 其实这个时候他孩子具备的能力呢 是家长提示一步 他可能比方去找到眼睛 他去单个认识那个五官 他是可以做到的 有的家长他能够比较耐心的 一步一步的再引导 他让他比方先找到眼睛 可能有的家长呢就着急一点 他就可能把这个眼睛拿过来 让他去网上贴 但是所以这个看起来 这个教育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 那么家长应该如何帮助宝宝 来完成这样的游戏活动呢 其实这个时候孩子能够开心的 按照自己的兴趣去探索 他只要去感兴趣的事情 他去碰 他去触摸 他去甚至于尝和咬 其实对他的认知都是有成长的 对对对 那么作为家长呢 要积极地帮助和配合宝宝 让他自己来独立完成这些活动 对对对 好了 那到这里呢 我们这个小游戏呢 就先告一个段落 我们来看看在这轮小游戏当中 孩子们究竟表现怎么样 谁的得分最高呢 好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第二轮游戏 体能游戏 组合过障碍 我们知道12到14月龄段的宝宝呢 他们已经非常喜欢走 有的宝宝开始跑了 但是这样的组合过障碍 对于宝宝来说呢 很有挑战性 也让宝宝呢 充满了这个想探索的好奇心 今天这一轮游戏呢 我们的宝宝是这样的 他们将从妈妈起点处出发 越过三个障碍 来到爸爸这边 然后开始折返 最先完成全程游戏的宝宝 将会获得8分 第二名7分 依次类推 我们看一看 经过这一轮游戏之后 我们的宝宝 他们最终的成绩如何 好啦 八位宝宝 各就各位 预备开始 我们看到爸爸在这一边的折返点呢 用各式各样的玩具 来吸引孩子 对 我们要过障碍 前面呢 绕过了第一道障碍 现在开始爬第二道障碍 好多宝宝呢 都在第一道障碍那儿停了下来 好 我们看到甜甜呢 她现在爬到了第二道障碍这儿 我们看到莉莉下障碍的方式呢 很有这个自我保护的能力 倒着下来的 好 莉莉加油 加油 加油 好 加油 加油 莉莉和甜甜呢 她们都要来到爸爸这个折返点了 好 现在如果到了爸爸的折返点 就要再回到妈妈的起点处 好 大言加油 好 大言加油 好 我们看到莉莉已经回去了 加油 加油 甜甜加油 甜甜 甜甜 快 甜甜 好 我们看到桃子过来了 桃子是后发之人 一开始在第一道障碍停留了很久很久 终于爬过来了 我们的比赛时间马上结束了 5 4 3 2 1 时间到 可以看到呢 其实对于宝宝来讲呢 她们爬和走都是没问题 但是怎样根据爸爸妈妈的呼唤和指令 完成三个障碍 完成整个的游戏 对宝宝来说呢 很多宝宝都是一脸懵懂的样子 那么通过这样的游戏 我们可以观察到宝宝的哪些不同的特点呢 这个游戏体现了宝宝哪几方面能力 需要综合配合完成呢 一起来听一听专家的意见 好 刚才这个游戏呢 真的特别热闹 我们的宝宝又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我们看到在游戏过程当中呢 宝宝既要爬 还要钻 还要走 还要听从大人的这个指令 的确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您觉得宝宝表现怎么样 哪个宝宝给您的印象比较深呢 我觉得每个宝宝都表现出了这个年龄的特点 其实他们的能力都是不错的 比方说他们都能站得很稳 他们都能自如地蹲起 他们也能自己爬上来 而且我觉得他们还有非常可喜的 能够自己判断危险的那种能力 你看没有一个宝宝是因为失控而掉下来 对对对 对于这个月灵的宝宝来讲 他们特点就是活泼好动 所以他更喜欢玩一些运动类的 这样的型号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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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在我们平时日常的生活当中 您觉得像这么大的宝宝 应该多玩一些什么样的运动 游戏能够促进他们身体的发育发展 其实这个时候就是我觉得要在家里 把自己家里的一些危险的物品挪开以后 给家里给宝宝腾出一个比较宽广的地方 另外在小区里也是这样的 然后要给他设计一些 就像今天我们设计的 有能够爬梯的这种可能性 这样的一些东西 或者是能够过小桥的 还有就是像能够钻的东西 但是一定要注意下面最好是软垫 有一个安全的场地 放它去练习就好了 好的 好了 那到这里 我们第二轮的体能游戏 《过障碍》也就结束了 我们看看在这轮游戏当中 究竟哪个宝宝表现最棒呢 大炎6分 小主子3分 萱萱4分 陶子5分 萱萱1分 萱萱1分 莉莉8分 全面7分 好了 我们的两轮游戏都已经结束了 经过两轮的比拼之后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八位宝宝 她们的7分排名情况 大炎7分 小主子10分 萱萱9分 获得开心宝宝称号的是 大炎 可心宇 萱萱 萱 萱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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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森总论员 宝贝乐翻天 经过今天现场的比拼之后 我们这一期七巧版 健康宝宝的冠军已经诞生了 就是我身边的陶子小朋友 陶子小朋友 在跟大家打招呼 真有冠军的风范 来小鹿姐姐为你带上 我们冠军的奖牌 祝贺你 那我们的第二名和第三名 就是我们的快乐宝贝室 莉莉小朋友 还有甜甜小朋友 祝贺她们 其他的五位宝贝 都获得了开心宝宝的称号 同样把掌声送给她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下周二同一时间 七巧版特别节目 健康宝宝大比拼 我们不见不散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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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 中文字幕志愿